而在新北市这边有一名就读国三的谢姓少年 昨天跟朋友相约到新店屋来玩水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 结果他就兴起玩这个跳水游戏 这名谢姓少年一跳下去 撞到了头部 当场晕了过去 沉在溪水里 今晚同学立即打了电话求救 不过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挽回 这名谢姓少年的生命 发生意外的地点就会在屋来的洪河谷 看似风光明面的地方 去传出溺水事件 13号上午今年15岁 就读国中三年级的谢姓少年 和一群朋友到屋来游玩 一直兴起玩起跳水游戏 没想到谢姓少年往下跳迟 一次撞到头部 当场昏了过去 沉在溪水里 南河巴的底部发现 谢姓民众他大概姿势是脸朝下的 那嘴唇已经有发干 现在他消防人员赶快将他救起 在岸边施予CPR 今晚同行的友人赶紧打电话求救 但谢姓少年依旧宣告不治 相约玩水却赔上性命 让家人度过最心碎的母亲节 还能再寻意 也 horrible 背称 请订阅